由师傅与媒体共同办理的第二届大南方高峰论坛 包括市长陈其迈经济部次长与产业界人士都受邀出席 陈其迈表示面临城市及产业转型最关键与挑战时刻 需要透过论坛相互分享以寻获最佳方案 师傅也将搭建平台引进更多新技术协助厂商转型 怎么样能够发展这个负碳技术或者是减碳技术 或者在整个产业的转型的过程里面 能够把净零的相关技术导入再加上数位的转型 在未来的产业的竞争里面 在净零技术也会形成一个新的产业 所以市政府也致力于搭建一个所谓的净零转型的技术平台 那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技术平常引入新的技术落地 来协助厂商转型 陈其迈也指出在碳定价时代如何积极扩展碳权 包括企业可在非法规要求方面资源减碳 或是农于民借由碳权交易调整形态等 而经济部次长何敬仓则表示 高雄在台湾产业肩负重要任务 在净零碳排趋势下 全球都在看台湾与高雄 期盼透过论坛让高雄成为标杆 包括非法规要求的这个企业 来自愿减碳取得碳权 或者是在我们的农于民 也能够借由这个碳权的交易的这个制度 能够在他原来的这个收入 或者是他原来的整个形态里面 也能够有所调整 一方面在未来的这个净零转型的时代 一方面减碳 那一方面能够进行 相关的这个取得碳权的这个努力 来驱动整个城市跟产业的转型 这个台湾是以制造业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在做净零简单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的角色更重要 因为全球都在看台湾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扮演的是全球很重要的供应链的伙伴 所以我们这一次如果没有转得好的话 其实台湾制造业会有很多被供应链淘汰的风险 所以这一次我们必须要从南部开始 因为南部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高科技的重镇 制造业的重镇 这场论坛也邀请产业龙头分享 如何以供应链合作推动净零转型 透过专题与对谈阐述高雄在绿色产业发展 及永续转型策略 也能从中发掘出更多减碳永续新商机 基准积分赛发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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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